侯友宜的專訪內容 當然前面說他願意當副的 大家藍營的支持者 都鬆一口氣對不對 後面侯友宜的刑警本性 露出來了 裡面的歹徒給我聽好 限你24小時投降 否則我就要攻堅啦 給這個所謂的 柯文的24小時時間 說今天你再也沒有答覆 我藍白就破局了 所以說直到今天 還有很多藍營的支持者的長輩 還在傳訊問我說 到底藍白會不會合 我都直接回 不會合 你死了這條心吧 現在整個藍白盒的歹戲 拖了這麼久的棚 也差不多要爛尾了 對話沒有跟你對話 對話就是叫你郭台銘退出 郭台銘現在一天 他的自己的資產 縮水50億 他一年賺92億 兩天燒光好不好 兩天燒光 中國已經做好 讓富士康被整頓的準備 中國無極限 郭台銘可不可以無極限 也可以啊 郭台銘證明愛中華民國時刻到了 郭台銘在參選的時候被人家講 如果中國拿財產威脅你 你怎麼辦 yes please 對不對 所以郭台銘可以 yes please到底 第二招 他不是常常臭打 都會談判 都會談判 什麼大談判之後 他可以帶領台灣 在美中之間找到活路 他也可以去談判 對不對 搞定習近平這樣 他如果談判成功 他民調也會起來 第三招摸摸鼻子 下課 比較可能 現在以我觀察到中國的意志 已經不是單純勸退這麼簡單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幅度介入之後 有幾個跡象 一 王院長是不是出手說願意整合 對 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這麼久 王院長都沒有聲音 現在願意站出來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初選圍在郭台銘旁邊的地方派遺 是不是全部消失 如果有個大的公媽在上面 強迫整合的話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侯跟柯兩個要起跑 中國會去評估 誰會比較有可能贏 然後確定誰會贏 所有資源會灌進去 所有的民調會幫下去 各大報頭版講 侯友宜不堅持選政的 然後接著下午兩點鐘 柯文哲記者會講逼婚 大黨打壓小黨 到五點鐘的記者會是 朱立倫跟侯友宜一起出來 那這個侯友宜講說 哪有逼婚 我只要確定說結婚的對象 我是不是你結婚的對象 那朱立倫講說 這個我們絕對是會弄到 兩情相悅 現在有一點叫做什麼 婚前政後群 政後怎麼看 對 我先講 我昨天看完一整天 記者會看 記者會的講法 因為昨天其實是三波公事 一早是侯友宜的三個 報紙媒體的專訪 接著是下午柯文哲的記者會 最後是傍晚侯友宜跟朱立倫 一起開的記者會 我看完之後兩個字噁心 真的是噁心 一群六七十歲的男人 在講婚前政後群 在講結婚協議 噁不噁心 噁心 我這個心態是所有 藍營支持者的心態 為什麼 你們不要啰哩巴說 要不要合就一句話 我跟女生求婚 要就yes I do 對不對 當女生可以啰哩巴說 講以前怎樣怎樣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求婚 畢竟會走向失敗 所以昨天狀況是這樣子 昨天一早三大報 就刊出了侯友宜的專訪 侯友宜的專訪內容 當然前面說他願意當富的 大家藍營的支持者 都鬆一口氣對不對 可是其實是後面 後面侯友宜的刑警本性 露出來了 裡面的歹徒給我聽好 限你24小時投降 否則我就要攻堅啦 對不對 昨天侯友宜就給 給所謂的柯文哲 24小時時間 說今天你再沒有答覆 我藍白就破局了 所以其實坦白講 昨天一找侯友宜的專訪 就是在給柯文哲 下現實逮捕立馬 刑警本色 所以柯文哲下午就開記者回說 你下最後通牒很像在逼婚 很像大黨打壓消黨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也表露了不滿 那傍晚侯友宜跟朱立委 又針對柯文哲下午記者會 開始記者會 其實侯友宜說得很酸 說柯文哲一下去周家 一下去郭家到底有沒有要結婚 周家 周開蓮家 郭家是郭台銘家 他在案子什麼 郎有情妹有意 我們兩個談婚約 你怎麼跑去劈腿呢 他在做這件事 可是無論如何 你都會看出來 兩邊都在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 柯文哲說你逼婚 侯友宜說你劈腿 沒錯 兩邊都在互相指責對方不是 那照理來說 根據侯友宜昨天下的通牒令 如果以公務人員下班時間來說 我們今天錄影結束前 如果柯文哲沒有答覆 那就會進入到侯友宜 所謂的黨對黨的協商 差別是什麼 他有說黨對黨協商 就沒有民主式初選了 就沒有所謂的民調了 那不是很好嗎 他們不是都沒有嗎 那黨對黨協商就講個時間 大家說好破局 這是黨對黨協商 不然就協商什麼 又沒有初選 他們也是包裝一個很美好的話 所以聽起來就是政黨協商 好像還有談的空間 沒有 我就讓大家講好 好不好我們就開個記者會 宣布破局外襲 大概是這個狀況 所以說直到今天 還有很多藍營的支持者的長輩 我有很多長輩的藍營支持者 還在傳訊問我說 到底藍白會不會合 我都直接回 不會合 你死了這條心吧 所以現在整個藍白合的歹戲 拖了這麼久的棚 也差不多要爛尾了 所以說我們應該很快 就會看到藍白正式分手 我們看這一個網紅89 他其實蠻關心實事 尤其是對岸的事情 他一直都有在關心 那這個89 他就有提到 有關於這個富士康 被查稅這個狀況 他認為中共是這個樣子 他是要你的錢 他也要打臺灣 你怎麼會痴心妄想說 他們只是要你的錢 就不打臺灣 因為郭董曾經講過說 如果犧牲我個人財產 中共就不打臺灣的話 那我願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 他就直接講 不要在那要痴心妄想 對岸想的跟你不一樣 你連錢都可以被偷走 拿什麼來保障提升臺灣 然後他還有講 許多人是用民主國家的這個邏輯思維 來看中國 不好意思 你搞錯了 不要這樣去想中國 因為中國跟你想的 always都不一樣 那正好我要請教的是 就是富士康被查稅 那對郭董是也有影響 他的 他其實他的這個資產 也受到了縮水的影響 那可是這兩天他沒有行程 對 他在臉書上po了一篇 有一點弦外之音 他說有不少人知道 賈伯斯對我的影響是什麼 賈伯斯大家知道嗎 就是iPhone手機的這個之前 算是創辦人吧 蘋果創辦人 然後他說如果當初 因為賈伯斯那麼 那麼挑剔 蘋果給的任務很艱難 所以我就說知難而退 放棄不做蘋果的訂單 那很可能我就白白失去 參與蘋果創新的一個大好機會 知難而退 這有沒有弦外之音 因為剛好在富士康被查稅之際 然後郭董PO了一篇 他跟賈伯斯 然後說當初如果蘋果訂單 我認為說太難了 很難做 然後我就知難而退 來 正好 你覺得他在你背上寫的那些字 你跟他對他的瞭解 他這個有沒有在跟對岸 有一種隔空對話的一種想法 對岸沒有跟你對話 對岸就是叫你郭台銘退出 可是他這樣會不會講 如果我當初就知難而退 那顯然他可能沒有要知難而退 會嗎 我先跟大家分析 郭台銘現在一天 這個大概這個股價 大概少五十億 他的自己的資產縮水五十億 他一年賺九十二億 兩天燒光好不好 兩天燒光 只是鼓勵而已 好啦 就算是他一年賺一百五十億 他沒有幾天可以燒 中國現在只是釋放出查稅的訊息 中國查稅還怕我們台灣人看不懂 某媒體還拿到獨家 說是國安部介入 而且是國安部介入是繞過台辦 跟繞過省政府直接下去介入 換句話說這叫習意志 所以這些事情現在只是查稅對不對 現在有可能會勒令停業 勒令補稅 你看中國怎麼玩馬雲的 怎麼玩馬化騰的 他現在可以同一套玩在富士康身上 而且中國在處理商人這件事情 他是沒有界限的 他也一路玩到這個公司破產 他在所不惜的 對不對 那這樣子台商要全部都要離開 而且我繼續講 對 你說會離開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中國已經做好 讓富士康被整頓的準備 中國有家公司叫做利遜 他做的是完全跟富士康一樣的代工 從好幾年前就讓王春來 就利遜 這個王春來的創辦 利遜創辦人 以前是富士康的女工 一路中國把他扶持 現在蘋果能做 利遜幾乎全部能做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我去整富士康 我是可以毫無極限的在整 大家講說什麼佔3%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沒在理你 你富士康倒了 我讓利遜起來吃 好 所以這是一塊 中國在處理富士康 可以無極限 大家要先清楚 中國無極限 郭台銘可不可以無極限 也可以 郭台銘證明愛中華民客的時刻到了 中華民國時刻到了 郭台銘在參選的時候 被人家講 如果中國拿財產威脅你 你怎麼辦 yes please 對不對 所以郭台銘可以 yes please到底 我跟你講他如果真的yes please下去 他的民調會起來 當然啊 不是啦 我一起來到變成第一名 好像還距離有點遠 不是人家噴了兩千億 你不支持一下 第二招 他不是常臭大 都會談判 都會談判 什麼大談判之後 他可以帶領臺灣在美中 直接找到活路 他可以去談判 對不對 搞定習近平 他如果談判成功 他民調也會起來 來營支持者會買單 原來侯友雲 柯文 都搞不定中國 你搞得定嘛 對不對 也會起來啊 第三招 摸摸鼻子 下課 對 比較可能 所以宏凱 好 可以差不多入手囉 宏凱可以入手 那郭台銘很有可能就走第三條嘛 可是問題是 現在以我觀察到中國的意志 已經不是單純勸退這麼簡單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幅度介入之後 有幾個跡象 一 王院長是不是出手說願意整合 對 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這麼久 王院長都沒有聲音 現在願意站出來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初選圍在郭台銘旁邊的地方派遺 是不是全部消失 也是啊 所以現在我們剛剛第一段講 藍白很有可能會分裂 對不對 可是這是一般的狀況之下 如果有個大的公媽在上面 強迫整合的話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會發生喔 等一下 這不是我們台灣在選總統嗎 那個公媽是誰 中國啊 怎麼會是中國 是我們公媽 沒有辦法 他就戒選啊 美國還不知道賴佩祥三十幾天就過 對不對 就本來就大家在角力嘛 對不對 那我的事情是 中國如果進展的力道越來越大 郭台銘除了退選之外 中國還要你的錢 你不只退選 你要好好去幫他侯友宜站台 你除了幫侯友宜站台 你要幫他募款 你不只要幫他募款 你還要掏腰包 否則你就一天燒五十億 人才兩師耶 對 最後面選完幫完了 富士康還是不見 也有可能啦 反正跟土匪談生意就這樣嘛 所以侯友宜才說 藍白盒不要變淘汰賽嘛 現在淘汰什麼 誰被老共淘汰 你就完蛋嘛 所以老共先拜郭台銘化個差嘛 所以接著來開始二十天 侯跟柯兩個要起跑 中國會去評估誰會比較有可能贏 現在還沒有確定是不是 還沒有確定 然後確定誰會贏 所有資源會灌進去 所有的民調會幫下去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坦白講 選戰甚至七十幾天 大家原本講說很無聊 對不對 其實最激烈 最向戰的時刻 在這個時候會產生 有機會 你已經沒評了 那是一天 你們這些人 你不見